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我是戴立剛 歡迎收看新聞龍捲風 在今天龍捲風的幾個討論重點 中印之間開火了 沒想到停戰了45年 現在這個時候的停戰協議 難道真的撕毀了嗎 但背後有一個人非常的開心 那個人是誰 我們今天會來討論 另外我們要提到 在前幾天的時候 你看到在這台中的金錢暴 發生了有人虐殺的案件當中 黃南出來自首了 可是有人就說 他可是一個職業頂罪人頭 那職業頂罪人頭又是什麼 歡迎幾位來賓 第一位 江明清老師 大家好 第二位 江中博 你剛剛關在陪我晚安 李祺月 你好 還有賓哥 你好 大家好 狄志偉 等一下會來一起加入我們的討論 但我們說到中印邊界 你有沒有注意到 停火時間已經45年了 之前中印之間戰爭之後 他們簽署了一個停火協議 但是停火協議雖然簽了下去 那麼槍一開下來 是否代表戰爭真的要發生了 但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有一個人 他可是在那海的那一頭笑呵呵 這話破夜空的一槍誰開的 45年來的協議誰破壞的 你竟然就開這一彈 中印可能會開戰 好啦 我們先講 昨天這中印邊境的 拉達克山區在這兒 好 噗一聲 結果現在印度的媒體就出來講 說是印度的軍人開的 為什麼 印度先開槍了 我現在是引用印度媒體 為什麼 因為你解放軍越界 所以我就發射警告彈 好啦 講得非常強硬 你以為解放軍或者是大陸 塑膠的嗎 人家環球時報官媒 馬上更強硬的 就直接講了 他抨擊了印軍三點 第一 他說我告訴你 你這一彈一開下去 你離被消滅不遠了 第二 他又直接說 他說既然中印邊境 有不開火的協議 現在是怎麼樣 這個協議是廢了嗎 有點嘲笑印度軍人 你們是看不懂白紙黑字嗎 他甚至還講 好 那你要開 可以 你就迎來了新封協議的時期 好 第三個他就更諷刺了 他說你們運軍是不會算算數嗎 是你印度的槍多 還是我大陸的槍多 是你印度的軍費多 還是我大陸的軍費多 那簡直是 直接很嗆的去嗆印度 對 又嗆 又嘲諷 好啦 結果印軍 看到了環球時報這麼講 照道理可能也應該要 酸言酸語回擊對不對 酸回去了嗎 NO 沒酸 印軍就Q了 他們就講說 印度前線的軍人是很衝 衝著就直接警告彈射進去 準備要上戰場了 但印度的政府為什麼這時說了 因為他們說 很可能印度的政府 當時本來開槍 他是的確想要製造 戰爭的一個藉口 為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 日軍不是也用同樣的方法 對 他說一個士兵失蹤了 然後結果他就要搜查 搜查被國軍拒絕 然後他就向盧溝橋開槍 你看 好巧 當時在中印邊境 就有宣稱說 印度有五個老百姓失蹤 印政府還跟習近平告狀 說我們老百姓失蹤 你是不是把他當成軍人抓走 好 結果後來 為何我說印度政府Q 因為他現在今天馬上改口 他說其實開槍不是我們 是解放軍 因為他們越界 結果我們去勸阻他 他就開槍了 第二 那五個民眾 我們都找到了 他們只是迷路 怎麼說話題這麼快就轉 本來好像 才兩天的時間 想找個藉口要開戰 但你現在Q Q的原因就是 莫迪他現在無奈的在哭了 當然這是一個比喻 為何他會無奈的在哭 因為他明知道打不過 所以當然前面很殺 我這邊要來冷靜一下 怎麼說 首先我們來講 1962年 大家還記得中印當時開戰 人家解放軍事 長驅直入揮軍南下 遇過麥克馬洪縣之後 就開始如入無人之境 除了掃蕩你印度 在大陸的據點之外 甚至在24小時 也就是一天之內 就把你印度的第七旅 是印度的王牌之旅給滅掉 那時候旅長被解放軍抓到的時候 他還跟解放軍說 能在24小時就把我們滅掉 真是世界罕見 你以為莫迪他不記得這段歷史嗎 當年的這個戰爭當中 大陸就這麼強 好啦 立剛我們也不要講歷史 我們就講現在比馬手 莫迪為何又要無奈的在哭 我們來看一下 印軍號稱他們自己 現在T90坦克已經部署在 我們講的中印邊境高原 在印軍雖然他們這些主力坦克 號稱火力很堅強 但你也是2000年以後 才跟老二買的 而且2006年他還自己印度國產 你知道他熱血像影還會掛 故障率高 那在高原作戰怎麼作戰 再來46噸的怪物在那邊開 結果解放軍說 我是154輕型坦克 這個是2012年的產物 而且他專門為開發 就是在山區跟高原作戰 因為在高原上面的話 有些土層是比較鬆軟的 你T90開過去 肯定陷下去了 這什麼概念 立剛 你是T90 我是154 來 你現在射我 射我 我就閃 然後我旁邊一曲小鳥 圍攻你這隻老鷹 你T90馬上被我打掛 我們再來看 那好 陸戰坦克如果都比不過 空軍呢 空軍一路 印度空軍飛機還滿多的 坦白講 我覺得有點像雜牌軍 蘇三十四代戰機 換下兩千四代戰機 標封戰機 對 可以號稱是五代 可是各位 解放軍殲16四代半 轟6K已經開到了新疆 飛到了新疆 殲20號稱五代戰機 這些戰機的實力 我想不用多說 大家也都可以一看一目了然 防空飛彈可以把你飛機設下來 但是你曉得印度Akash這個 這個是天空 這個是天空的意思 天空的防空飛彈 是印度的自製貨 國產品 它的射程多少 25公里 雖然他說他很厲害 可是人家解放軍的紅旗9防空 地對空 防空導彈飛彈 已經弄到西藏去 人家射程是200公里 差了這麼多倍數 快十倍 你剛才說莫迪他現在無奈的哭 但有一個人去哈哈大笑 就川普 這川普這個人真會演戲 他說來 中印邊境 比我想像還要緊張 我現在來調停 我做何事 你說你要調停 你卻在背後火上加油 他今天不是傳出說 他要把中心列為 貿易制裁黑名單中嗎 對不對 為什麼川普要這麼做 川普恨不得你中印打起來 因為川普想要用一個叫 兜圈戰術來毒死大陸 大家來看什麼叫兜圈 你知道川普東北日本盟友 已經穩穩的 南太平洋 澳洲 然後還有歐洲 他現在就缺這個搖擺的印度 這個印度如果被川普給控制的話 大陸就會一直因為 跟印度的若即若離 所以覺得盲刺在背 印太誰說了算 川普 川普 可是大家看 人家大陸之所以 會對印度若即若離 或者一再忍讓 不讓他新封協議 是因為馬六甲海峽 可是立剛 請問馬六甲海峽 如果隨著克拉運河 從泰國中間一刀穿過 我還要你馬六甲海峽 幹嘛 不需要馬六甲 他說我不需看你臉色的時候 大陸可能就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所說的 你如果印度 在那裡搖擺不定靠向美國 我就讓你印度迎來 血與腥瘋的新磁騎 難怪莫迪無奈的想哭 這一槍誰開的 印度現在否認說是他們開的槍 說是大陸用預警的方式 先開了這一槍 可是開槍的目的究竟為何 真的要引發區域型的戰爭嗎 但戰爭真的發起來的時候 戰爭發起之時 印度能夠承受得了嗎 現在莫迪正在盤算當中 可是莫迪又認為說 這一槍我非開不可 如果不開 我的內憂跟外壞 可能就沒有辦法解決 為什麼印度要在兩邊停了 45年之後要開第一槍 他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 為什麼 因為他的內部壓力很大 加上大陸的苦苦進逼 首先大陸在西藏那邊 壓迫都不像蓋水庫 搶奪 東域部的水資源 他本來就很恨了 加上就是南海那邊 又有一些問題 再加上他自己內部 是他最大的壓力鍋 怎麼說 因為他疫情太嚴重了 全世界第二高 對 他已經到超越巴西 成為全世界第二高 就有拍到說水果攤的小販 他的口罩戴一戴之後 居然把口罩拿下來 然後之後還在拿了用過口罩 在插他的水果一個孕婦 他已經臨盆了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醫院 因為他沒有檢測陰性證明 就搞到最後沒辦法 只能夠在高速公路旁邊 救護車上就直接要生小孩 這麼慘 對 那是非常恐怖 而且還更惡劣是 居然還有救護車的司機 載著兩個婦女患者 一個19歲 一個42歲 兩個患者要去醫院求診 因為他們是確診人士 好 他首先先送了四十幾歲 到了一家醫院之後 又載了這19歲的少女 要到另外一家醫院去收治 可是他就是看到一個年輕女生 就起了色心 居然把他帶到了偏遠處 把他性侵了 所以在整個疫情 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他當然對外尋求 壓力鍋的出發口 好 於是 好 他們就 他說大陸很強硬 我們也很厲害 所以他們就發布了一些 他們所謂的軍事的宣傳片 包括什麼 他說我們已經成功的 試射了超高音速導彈 到6馬赫的載具 然後試射6馬赫超高音速導彈載具 表示他的成果非常的好 因為繼美國 俄羅斯 中國之後 他可以有這種超高音速俱樂部 表示很厲害對不對 對 就大陸網友看就在笑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到了10馬赫等級 你這是6馬赫 半成品 好 另外他們也說 他也放了一些軍事宣傳片 宣傳他們的軍容強盛 他們的火炮威力強大 結果大陸網友看了又笑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用的是我們當年 已經不用的火炮 為什麼 因為這款3D火炮 冬天不能打 可是現在馬上要到冬天了 天冷了 炮打不出去 怎麼打仗 對 所以要說印度軍備 不及大陸 只能靠誰 靠美國 好 美國之前很厲害 美國他們用自推式的流炮 能夠把巡航的導彈打下來 算是非常厲害 可是要知道 南海是中國大陸後花園 南海那邊 中國大陸不有重兵之外 之前還試射兩個島 兩個東風飛彈 就直接射到南海去 東風21R 東風16 對 直接射過去了 所以說你說真的要靠美國 在南海幫你 印度戰車 能夠打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美國跟大陸還有得打 那好 你說硬的不行 軟的呢 軟實力大家來拚一下 印度其實他們 也積極的在挖牆角 挖什麼 挖蘋果的供應鏈 他們就說已經有8個 蘋果代工廠了 從大陸轉移到印度 包括三星也在印度設了廠 三星供應鏈也要過去 蘋果供應鏈也要過來 那還不錯 那麼多的科技廠要到那邊 對 好像很不錯 印度將來是不是會變成 超越中國大陸成為 國際手機代工呢 但這個部分到底是怎麼樣 我還沒看到它的後續發展 但是印度已經學了川普的 進網行動 進了些什麼 他之前先進了59款大陸APP 之後又進了100多款 說現在總共進了快200款 包括什麼騰訊 抖音這些 微信都進光了 他們因為一進之後 他就說你看 我們進的效果非常好 我才進了兩天騰訊 騰訊的整個市值的損失 將近快一兆新台幣 可是不斷去看騰訊的 整個公布財報 他們就是從今年的上半年 跟去年下半年加起來的 他們整個營收是1兆8台幣 你說你才進他兩天 你就讓他摔了1兆 怎麼可能兩天 抵人家一年的財報 這太不合理了 所以這部分也是怪怪的 但是大陸其實跟印度 他們的貿易純度非常深 跟印度他自己自爽 對 印度每年其實從 根據貿易的整個往來 他每年從中國大 賺了480億美金 所以說今天你真的要 切吧斷的時候 他首先面對 就是貿易的衰退之外 他整個投資在講 中國大陸的企業投資在印度 光就是去年到今年6月 已經投了87億美金 不少錢 很多人在投 包括什麼 包括手機的產業 印度最大的市場8成 全部是中國大陸壟斷 所以說他本土品牌不到1% 這時候如果說 中國大陸把這些投資 這些產業全部收回的時候 印度跟中國打起來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你的經濟 也會受到嚴重的打擊 但姜老師 看起來整個國際局勢的紊亂之下 對美國是有絕對的 一個優勢的利益 因為在於區域形的戰爭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那川普可就讓他鄭重下懷了嗎 當然是 如果戰爭在別人的土地上面 然後自己又可以養得益的話 何老不回 別人都是棋子 他做莊主 所以川普坦白說 他是很有謀略 在這點上 把人家都洗白了 國際局勢也是如此 印度現在是刀切豆腐兩面光 怎麼說 大陸跟美國都是豆腐 印度這一槍下去 刀切豆腐兩面光 就把兩面當豆腐 第一個 印度現在疫情各位知道 是全日排第二第三 每天疫情都好幾萬人 所以他的疫情壓力這麼大 如果有一個轉移焦點的話 人民對穆迪跟執政當局 對於印度執政當局 會有一個轉移焦點的作用 也就是歐龍塞豆 這第一個 一定有這種對外 所以這個思維跟川普的想法 其實是有不謀而合 這個物語類句 政和在一起想法都很像 這第一個轉移焦點 第二個對外爭取 美國跟蘇聯的支持 蘇俄的支持 蘇俄會給他外交武器的支持 美國當然是很具體的 比方說買學民藥 或買藥材等等 當然爭取印度支持 來對抗大陸 這個不用講 第三個 其實印度也在試水溫 也就是說印度真的 想把這場仗打到底嗎 打到極限仗 極限施壓嗎 他應該不是極限施壓 看得出來他試水溫 然後跟大陸能夠有一些籌碼 不論是經濟上的援助 或者是在整個經濟策略上的援助 那麼畢竟雙方都是所謂的 經濟為主軸的新興國家 他們並不是要去打仗的 這個很清楚 第四個就是 這一槍當然打下去 不論是他比大陸先還是比大陸後 這槍打下去對美國一個交代了 幫老大哥出了頭 第二個 現在這一槍如果只是到這裡為止 新聞炒得這麼大 因為它45年來第一槍 可是到了冬天馬上 現在入秋 各位家人一旦下雪 高山上面下的大雪根本不能打仗 尤其都在四五千公尺的高原上 這是有點虛應故事 美國藍者公司他們就談到說 為什麼現在的大陸 他當然是從美國的觀點來看 為什麼跟大陸要起衝突 跟印度他認為說 因為北京當局 特別是習近平先生 對於中印邊界這樣一個爭執 一直遲遲沒有獲得解決 他已經見感不耐 所以他希望趕快解決 他現在的態度也越來越強硬 這是美方的說法 最後結論 為什麼說這個情況 他說我是不同意他的看法 強調這蘭德公司的首席顧問 他就因為 大陸長久以來把印度當作 它是上國的心態來看下國 所以儘管他沒有實際上領土的爭執 但是只要有這種象徵性的意義 大陸是寸土不讓在主權上 本來主權就寸土不讓 他說只要這個象徵性被侵犯到了 他就會全力的回擊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兩邊之間的爭執 但這個純粹是有偏見 我覺得我做一個簡單結論 如果說雙方的衝突點 只是用上國對下國的這種心態的話 這好解決 但問題現在不是 現在整個國際局勢 包括川普在內 他不斷的煽風連火 希望能夠在剩下 在11月3號之前 一個多月而已 趕快加緊 一方面他花了 將近3500億的台幣 去包牌包裝所有的疫苗 只要有可能都會買 他甚至還要求全美的聯邦政府說 11月1號之前 通通過部署完畢 接種疫苗的地方 都要部署出來 大家問他說 你這要幹什麼 是跟選舉有關嗎 他說沒有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 可是到現在疫苗 還沒看到消息 11月1號你要再部署點 又有11月3號要選舉 當然是大力多 疫苗現在還沒出來 但他在逼迫說 希望能夠FDA能夠開一路開綠燈 11月1號只要初步50% 一般是80%到90%過了 才能夠疫苗通過 他只要50% 放寬標準 他就一路開綠燈 一方面做這個事情 二方面他外面也要收割 所以印度或者大陸 都是川普的牌 所以我說 槍在我們的肩膀 血在我們的胸膛 可是政治利益 在川普的政治算盤上 台中的金錢報 發生的虐殺案件當中 我們看到黃南 他跟警察自首了 他說他就是祖賢 可是在裡面的這些共犯當中 有五個人 我們注意到這五個人當中 有一個人 他可是詐騙集團裡面的操盤手 這輩分明顯比黃南 可是要高得多 但是賓哥 我們聽到一個訊息說 這個黃南他自己本身 好像很愛頂罪 不管大小事 他都會出來承擔 所以警方懷疑黃南 根本是一個職業頂罪人頭 背後更大尾的長進人 可能還沒出現 我今天有稍微再次了解一下 你知道嗎 這件案件 我跟你說 百分之九十是操盤的 為什麼操盤 因為社會現在很多 出事不是叫狗人操盤 沒有找一些比較沒錢的 甚至找遊民來操盤都有 五個裡面有一個確信 像中博長說的 一個確信是湯仔煮 因為我今天問了 那個正經是湯仔煮 湯仔煮 我跟你說賣盤很多 現金不是問題 所以打死之後 他們是用什麼手法 因為他們採用是白盜的手法 以前警察在刑囚有沒有 不是拿電話簿 就是裹著棉被滾上去 告訴你 什麼意思 就叫嚇你 讓你來怕我 讓你來聽我的 然後這兩個大概 這兩個大概就是車手 在江湖你如果收了錢 給人家拿了錢 黑之黑 是犯了江湖大忌 犯了江湖大忌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在打坐的 我記得以前我們一個家庭的 因為那時候一個棟鄉海 棟鄉海他就叫他們老孩子去打 結果他們老孩子去打打多久 打兩年 在以前星期二分之一 差不多三年 你就能報仇了 報仇了 三年他 他給他的安家會 我跟你講 一國的差不多4萬至5萬 拿給他們老母開 4萬至5萬 來到他一國的給他1萬 而且大家在那邊看 我們家庭 大家在那邊看他們的高音 這一年差不多花70幾萬 所有的費用花70幾萬 但是你有想到嗎 他在外面一年 他可以賺多少錢 他可以賺多少錢 所以70萬 70萬來說並不是問題 當作高音三年創作的時候 我們家庭給他管理一間交警 給他管理一間交警 他就無所不做 他就像說賣水老闆 結果這間交警開不多久 放棄 放棄他是不要再離開了 他離開了 他下賣的時候 前面還要兩年多 這邊賭博罪 就前面判斥過 我是怎麼說 他是怎麼 那間交警就會下去 他就是 會用放棄就是台巿機 沒有在幫你塵 引起江湖 江湖很多大哥反感 一天又說你唱手 你憔白 我給你憔白不下去久 今晚兩個高音 今晚就帶到檔鄉上 送電衣 送電衣 那時候送電衣的時候 就繞回了 繞回了 繞回了他們老母 繞回了 他們老母在北方 頂床下 面塞樓面塞 把他們兒子整個 你不要再玩了 你老母有一個飯堂吃 你絕對有一個飯堂吃 你不要再走這條路 我賣錢 我賣錢 我只要一個兒子 好洗好洗 背我會勝負兵 因為他跟他有相依為命 所以這個狗 如果他那時候好好做 那個交警好好管理 我跟你說 他不要唱手 不要吵架就對了 怕你都不會下場 所以說這就是 越冠 我經常說越冠越大 這就叫越冠越大 怎麼出事 永遠大哥沒事都是小弟出事 這就是這樣 你會記得以前我們的 尖叫的時候 我們的尖叫的時候 早期的尖叫 是黑白兩道你都要那個 黑白兩道你都要去北京 你如果背 行事組你都去 昨天有問你說 你另外的社區要尖叫做多久 一星期 十天 十五天 一個月 在你說 但這個行情不一樣 半個月我就說 沒有 頂位半個月 半個月拿十萬 那時候的十萬就很大贏 拿十萬 他保證你 你在我家開交警 絕對沒有帝 無愛 會去找你 絕對沒有帝 無愛 會去幫你衝 你安心不要去尖叫 再來黑道 黑道你就要去拜白頭 因為你落個角頭 落個角頭你站在這裡尖叫 你一定要拜白頭 拜白頭有的是說 包括六萬 角頭會老大 沒有就是說我交警的理應 我究竟收十天的理應 到日本國的理應 我給你聽一聲 給你聽一聲 你知道 以前很多行事組員都很愛擲 很愛喝 你知道嗎 要拿 還要拿 以前的行事組員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燒豬 就跑來擲了你知道嗎 跑來擲的時候輸百里萬 百里萬 百里萬我們道庭說 豬仔豬仔 你開一些本票給我 簽一些本票給我就好了 基民 豬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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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在這裡拔是來幫你拔牛 我不是來去吃來幫你施捨 我輸你又叫我簽本票 什麼意思你怕我不行 外簽了 外簽要怎麼辦 外簽之後就跑了 跑的時候 究竟結束了 我還要結束了 這個收尾那些錢又拿不到 他就要幫你賴葬 純也要幫你賴葬 純要賴葬 我就跟我們道庭說 沒辦法 沒辦法叫祖庭出來吃飯 那時候我就靠近來祖庭 那時候剛才陳中分局 陳中分局就是今晚的中正一分局 中正一分局 我就靠近來祖庭說 正位 映後帶他喝一杯 我就把他藥在中下路 以前有一間金日百貨 老頂一間龍鳳樓餐廳 小隊來 祖庭也來 我們這邊都來 既民企業時 既民企業時 祖庭也沒說話 這個小隊穿下去 等著桌子上 你是要怎麼辦 這麼驚歹 你是要怎麼辦 顧到我們民企區是不是 我是不會行李子 你虽然這樣做嗎 你如果要這樣做就對了 我絕對讓你沒飯吃 小隊給你搶 你點頭開到一間 我台北辭區裡面 你開一間我炒一間 你開一間我炒一間 你知道他這樣 我會說完的時候 那座庭我起來 吹下去了 打那個小隊授 他就打那個小隊授 他說你現在是怎麼樣 做警察要由警察就嫁 要拔就要拔他去 兄弟不是由你招責的 你知道嗎 這個座庭開得更好 人家說才會 兄弟不是要你招責 結果怎麼樣 結果我們朋友說 好 不會這樣 讓你董事一個月放五萬 一個月放五萬 當然董事也都有照做 照做的時候 如果我們點頭開 我們在台北市就對了 開究竟就對了 隨便操 所以我說 以前做事情就對了 你沒有警察董事就對了 沒有白的董事 黑董 什麼都沒辦法做 政治界當中 許多的事情沒有絕對 大綠 小綠有合作機會 最近整個熱搜榜上面 有一個人民在網路上面被熱搜 那個人是誰 就是因為賴平宇的傳出性戀情 結果這個人的熱搜程度 好厲害 比謝爾瑄還高 是誰 是曾文學 曾文學這個名字怎麼那麼耳熟 這是誰 我怎麼沒聽過 他就是因為之前實力的 配票錄音檔出來之後 他就份兒就退出了 就是實力之後 他原來就是實力的議員 苗栗的議員 他其實之前還有記者問他說 曾文學這個錄音檔事情 賴平還說 沒有 這個實力的事情 我不方便發表任何意見 當時他還是告訴大家 他是單身 他現在積積努力的 在做選民服務 你說的是當時 對 當時 結果週刊爆出來了 他跟曾文學 原來兩個人的感情那麼的好 首先就是被拍到說 他們小兩口就是手牽著手 一開始去逛什麼 逛髮廊 陪他就是去邊做頭髮 做完頭髮 兩個人出來 手牽手 失之緊扣 兩個人非常的親密的感覺 好像還是跟他說 你這髮型很好看 然後兩個人抱在一起 然後還可以當街巨豹 然後好多的粉紅泡泡都冒出來了 這麼甜蜜 非常的甜 而且還被週刊也看到說 兩個人就是一起去咖啡廳 跟友人見面 然後還一起去逛詠衣店 你要知道 男生會陪女生去逛詠衣店 真的感情一定要很好才可以 對 而且兩個人還不時就雙手緊扣 而且週刊記者還發現說 原來曾文學已經在賴平原他們家 已經連續住了四個晚上了 兩個人幾乎感情就是非常的熱烈 居然還在壽司店外面 就這樣子 曾文學從後面雄爆賴平原 大馬路旁 對 大馬路旁就這樣雄爆起來了 這麼多人這樣子人來人往 他們兩個這麼的親熱 這樣真的是讓很多單身狗 看了真的是口頭流下來 可是他想說賴平原 他之前男朋友跟現在的這個 好像不太一樣 換了人 他之前男朋友是誰 是吳征 也是一個帥帥的男生 他們兩個怎麼來的 是當時太陽花學運 是學運情侶黨 太陽花學運之後 他們兩個都到了立法院 去當了助理 所以說後來他們分手了之後 現在又傳出 又是跟曾文學在一起 兩個比較起來 這兩個都是實力的 因為他們他跟實力的年輕人 都很熟 兩個年紀相當 都常常出頭睡 身材是高高瘦瘦 然後眼睛鼻子都 眼睛小小的 可是很好看 鼻子挺挺的 都是實力的 而且他們兩個的共同性 真的非常非常像 兩個 你有沒有注意到 很像 兩個 形都差不多 背景都差不多 所以其實賴平原 喜歡應該就是這個類型 不過整個戀情公開之後 賴平原大方的認愛 他就說希望大家祝福他們 他們會繼續努力的品學兼優 這個品學兼優 真的非常有學問 賴平原 曾文學 品學兼優 打開第四台 看到了這港片 港片最常演的就是那古惑仔 在古惑仔裡面 一定就想到那誰 東興烏鴉 最近有人就拍到了 東興烏鴉張耀陽 他現在近況是如何 對 各位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如果不講 你知道他是張耀陽嗎 看不出來 張耀陽現在是這個樣子 完全看不出來 現在他的樣子你猜他幾歲 57歲 跟他過去 你看演烏鴉的樣子 對比現在還是看得出來 但是如果不對比 你還真是難想像他是張耀陽 對 張耀陽他近幾年接戲比較少 他現在是定居在中國大陸 但是早期他在演古惑仔的時候 可是很多女性觀眾朋友的 性幻想對象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張耀陽好Man 特別是他在演古惑仔的時候 你知道有一句非常經典的 牌詞在裡面 因為其實講到張耀陽 我們可以說他就是反派專業戶 為什麼他不是演流氓 就是演殺手 因為他那個臉型 看起來就是壞 壞到底 對 但是你知道嗎 立剛其實一開始 張耀陽他是模特兒出身的 他 當過模特兒 他是當模特兒的180幾公分 然後是衣架子的身材 他是被林嶺東導演 就是拍動作系的導演發掘的 但是你說要演正派 演不像 演反派比較像 所以真的讓他成名的 就是我們講的 古惑仔系列之 知首遮天 你要知道 這一部戲當中 最經典的台詞就是 曾一堅就演陳皓南 他對著烏鴉講說 烏鴉 你以為你可以 知首遮天嗎 這個是這一部戲裡面 最經典的一句台詞 你知道他回答什麼 我不能知首遮天 還有誰可以這樣做呢 所以在這個戲當中 可以看到張耀陽 他在裡面那個壞的樣子 可以是說壞到骨子裡面 你看 包括說 他特別是 他為什麼要變得很壞 因為他在這個戲中 被洪星老大講天生羞辱 而且還被 東星的老大駱駝羞辱 等於是說 他自己是東星烏鴉對不對 老大看他不爽羞辱他對不對 對手洪星幫的老大 看他也是羞辱他 也是羞辱他 所以他就要壞到徹底來反抗 我不只對你這個洪星老大 對你洪星幫的人動手 我還要來反骨 對我東星的人下手 所以你知道在這裡面 烏鴉殺小結巴後的轉身你知道 那個戲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他壞到骨底了 這個小結巴是跟在他旁邊的 可以跟他講說是敗把的 但他連他都殺 你就知道說在這個戲當中 真的他是壞到 不能講骨頭 全身都壞 所以說 可是所有的觀眾看的 可是恨到牙癢癢的 你真的要演壞人 你就要讓人家演到恨死你 你知道他自己有講 就是說當他走在香港街頭的時候 很多人還真的以為他是黑道 所以人家看到他 還真的直接指責他 所以你不要講說張耀陽 你都演反派 你演反派有沒有辦法讓你得到獎 其實講實在話 他還真是有拿過 香港金子晶獎的最佳男配角 不要以為人家演反派拿不到獎 反派演得夠徹底 對 夠徹底他還是可以拿獎 當然在這個戲當中 其實如果觀眾朋友有印象 我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 就是他刁煙的那個樣子 你知道那時候很多男生都在學他 有抽菸的男生都會學他刁煙 他甚至有一個動作 是這樣一拍那個煙 弄到他嘴上 對 這個就是也是成為 這個電影當中的經典 我們再看 其實你說張耀陽他都演壞人嗎 那也不一定 其實他也有演過好人 只是這個好人他演什麼 在1991年有一個衝擊天子門生 在這裡面他是跟劉德華合作 等於是說在裡面 王主賢還來嘎一腳 王主賢嘎一腳幹嘛 當他的女朋友 那時候你可以想像說 在這戲當中其實 可是演好人 他可能沒有 讓大家印象深刻 都是那壞的角色 對 而且你知道嗎 立剛 他演壞人的角色 沒有一次不死的 你知道就是說在戲當中 你要被槍殺 被砍死 最後還可以領紅包的 因為那是一個不吉利 所以會領紅包 他自己講說 我演過90部電影 大概80部都演壞人 沒有人可以跟我一樣 這樣演戲 死了之後拿紅包拿很多 就是他 所以他其實有拜託導演說 可不可以不要讓我一直演壞人 所以他在電影 在這麼多電影當中 10部當中其中有幾部 就是我們講的 包括我們講的野獸刑警 譚耀陽跟他 衝擊天子門生跟白玫瑰 他在白玫瑰裡面 他還是跟張曼玉演情侶 你知道嗎 不過立剛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即便是演好人對不對 但是他命也不長 在戲當中也都咳屁了 你知道嗎 所以在這個 所以不管演好也壞 戲裡面都是得死 我都不知道他90部電影 共10幾次 不過也讓大家印象深刻 就是2003年的吳間道 張耀陽他演這個邏輯 他在當中其實他的台詞很少 都是內心戲 都是表情戲 所以這也是 可是他把他表情戲做得 零零零零零零 對 那個裡面的樣子 你看這一幕 完全都沒有講話 對 完全沒聲音的 對 可是卻看那個表情 所以這個也是讓大家 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在裡面 他真的是帥到吊渣了 不過這我們看到是俞文樂 剛剛有一個畫面是張耀陽這樣 所以說不管演好人也壞人 他都得死 但是大家重飲這麼多年當中 好歹有跟王祖賢跟張曼玉 人家是演過《行侶》 死而無悍了 看到張耀陽他的變化 還真的滿大的 可是我們說到以前 這港片裡面 有許許多多的一些要咖 重要的角色 最重要的一個人是誰 當然就是周潤發了 但周潤發跟張耀陽 其實在這戲裡面 也有許多的對手戲出現 你看看到了四大惡人烏鴉 東興烏鴉 張耀陽說變成這樣滿頭白髮 結果有人就說 其實發哥周潤發 前陣子在登山的時候 竟然也被粉絲看到他 他也是滿頭白髮 他怎麼會滿頭白髮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 他65歲了 我們講句公道話 不年輕 年紀也有一些了 你知道發哥自從這個年初 他的媽媽 母親走了之後 他其實一直都滿低調的 這一次突然出現在登山的 一個現場很多粉絲看了 認出來了 很興奮 可是也有人講 說如果你們不說 我根本認不出來他是發哥 我根本無法把他 跟當初的賭神高計 或者早年英雄本身的小髮哥 聯想在一起 大家看我把賭神的周潤發照片 跟他現在這樣放在一塊 依舊身材維持得很好 但的確在歲月上面 有留下的皺紋與白髮蒼蒼的痕跡 很多人就說 不講我以為他是一般的 好 但是既然已經都講到 東興烏鴉張耀陽 也講到了賭神高進周潤發 這兩個人有沒有交集 觀眾朋友 有 我們做個時光機 回到1980年代好不好 兩個人交集 想必周潤發都正派 張耀陽都演反派 尤其他當初在演一部電影的時候 似乎也奠地了他反派角色的 那部電影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叫做龍虎風雲 你剛剛有印象吧 有 但是龍虎風雲他們兩個沒有交集 他們真正有交集的 你絕對想不到 跟惡人正派毫無關聯 竟然是兩個文藝小子 為了女主角 在那裡針鋒吃醋 就是1980年玫瑰故事楊凡導演的 在裡頭張耀陽當時 還只飾演個小配角 發歌則已經是大牌了 兩個人首次交鋒 是文藝愛情片 不過氣氛一轉 到了1987年 大家看他們的交鋒 那可真的就是 惡人與正派角色的對決 在畫面當中 大愛記的艱毅風雲 周潤發不是在裡頭坐牢嗎 你看看那個懲教人員 施雅裂嘴的滴下來 那是誰啊 那就是張耀陽 那都是我們後來古惑在電影裡頭 所熟悉的東星烏鴉 我們曉得其實你要說 周潤發在電影當中是正派 那也不全然 因為他必定也是一個坐牢的人 對 可是他在裡頭的個性 是一個屬於比較憨慢 比較勾矣的 對上了這四大二人的張耀陽 你看他在裡頭 那種淋樂囚犯 毫不手軟的那樣子 各位 有沒有覺得看得很過癮 結果我不講 你可能忘了 男主角其實是梁家輝 妙吧對不對 妙 太妙了 這個有時候就是我們講的 什麼樣的人 有時候他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這兩個就是一個 桌子的代表 因為善與惡的對決 好 到了1989年 我在黑社會的日子 那時候很多我們亞洲的觀眾 只要看到這一陣 一邪的兩大代表 在電影裡面出現 就是票房的表證 就想要看他們在裡頭 這樣子 我們這樣的 這到底是邪不勝正 還是最後惡人當道 不曉得 可是到1991年 大家看一下 這部電影一看就知道 是一個笑片對不對 這裡頭我沒看到周潤發 但我看到有一個人 飾演周潤發 誰 吳瑪 吳瑪演周潤發 是 這個以示的香港 也算是大哥大 吳瑪在裡頭他飾演周潤發 結果以前一直和周潤發 不對盤的張耀陽 就在裡頭有一個角色 他就拿出了 這個誰 周潤發的照片 然後對著吳瑪說 想不到你今天 竟然也會變成這樣 變成的我們講走樣的意思 他用了一個比較粗俗的詞 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這裡面你可以看出 歲月在電影裡頭 也被他們拿來作為 自嘲的梗 好 看到沒 小馬哥 周潤發 當年就是這個樣子 雙槍 對不對 你講到雙槍 當初還記得嗎 吳宇森找他拍片也好 或英雄本色裡頭小馬哥 他常常會做一些那種 我們說就是很霸氣的 帥氣的動作 包括鈔票點煙 雕火柴 穿風衣 然後開雙槍等等 你不要小看這開雙槍 我告訴你 各位 只要後來看到港片 一 子彈一定慢動作 二 他們一定要撤翻 第三 就是要雙槍 就是發哥帶起來的 比方說發哥自己在2018年 無雙這部電影 我從頭到尾都覺得周潤發 在這部電影裡面 就是一個大反派對不對 他也雙槍 而且你看那一身的白西裝 再加上雙槍 我不說你是不是以為 他好像英雄本色劇情的翻版 對不對 這部電影的結局非常展開 我就不爆雷 觀眾們可以自己去看 可是為什麼雙槍 從上個世紀到這個世紀 都還在雙槍 經典 Classic 我們來看桃學威龍裡頭 你看由吳孟達所飾演的角色 他也拿雙槍 只是拿得比較滑稽好笑 因為這雙槍好大一支 好大的一支槍 還一頭再拿兩支 連大陸的這個 我們一哥戰狼就無機 他在裡頭 他所飾演的角色冷風 他也是拿雙槍 所以你會發現 周潤發大牌就是大牌 他所造成的這樣一些橋段 都被後人所學習 不過大家比較懷念的還是 那正與惡的對決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許多新片 都沒有辦法上映 但是上禮拜五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迪士尼有一部大片上映了 那一部大片就是花木蘭 這幾天下來 票房可驚人 迪士尼的花木蘭 在台灣上映之後 大家真的想說到底這部片 到底該不該去看 為什麼 因為之前就有人說了 劉亦菲因為公開的挺港警 結果台灣很多網民就說 不行這樣子太惡劣 我們要抵制他 當時香港還說 台灣真的很感興 結果大家就說了 好 黃布蘭上映之後 到底當時所謂的要抵制 不OK 會真的抵制 結果大家是嘴巴不願 嘴巴說不要 身體很誠實 身體異形了 上禮拜五一開盤之後 馬上奪得芯片的冠軍 3400萬的台幣的票房冠軍 表示說什麼 表示大家很多人跑去看了 可是這部片真的這麼好看嗎 根據很多在大陸 或者是台灣這些網友 看到版的 他們看到版之後 會給一些評論 包括什麼 包括豆瓣評分 這部片評分真的很差 為什麼 這部分在豆瓣上面 他只有4.7分 而且他只拿到2.5顆星 表示是一個很不好的片子 比之前張藝謀的長城還要纏 所以說表示大家真的就是不買單 為什麼不買單 當然很多原因 但是其實迪士尼有沒有做功課 有 有沒有認真 有 迪士尼為了中國大陸跟華人市場 這做足功課 第一個 從一開始的開場片 迪士尼的經典城堡 這個城堡就有細節在裡面 這個城堡它不是以前的 LA的迪士尼城堡 或者是Orento的迪士尼城堡 它這個是上海迪士尼的城堡 看到沒有細節 你迪士尼的城堡 你還可以分得這麼細 對 因為 迪士尼每個城堡不一樣 包括什麼 包括灰姑娘的城堡是長這樣 另外如果你是Orento的城堡 它又長的是另外一個 是睡美人 這一次他用的是上海迪士尼城堡 所以每個城市迪士尼城堡 長得都不同 這第一個 他們真的成員滿滿 第二個就是他們有考究的 他們也去看了木蘭池當中 最有名的就是 雄兔腳撲朔 磁術點迷離 兩兔傍地走 安人變我是雄池 所以他們安排的一幕就是 小花木蘭變大花木蘭的時候 騎著馬跟著兩隻兔子在跑的時候 像致敬什麼 致敬木蘭池的這一句 但其實坦白講 大家看不懂 他在致敬什麼意思 因為你真的要唸過木蘭池 因為中文真的很難 他不是望文深意 所以很多人說 你這個致敬真的已經 沒有辦法讓我們有感受到 你的誠意 可是他們真正 大家不高興的是 第一個 演技 大家覺得說 劉宜菲演技真的是很僵硬 大家覺得說他演技 武打的動作又是劉宜俗套 十幾年前國產片打架的水準 差不多就這樣而已 而且讓他覺得尷尬什麼 尷尬就是一群人 穿著古裝的衣服 在古代的這種 中國式的場景裡面 結果講了一大堆的英文 全部都是英文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這個 聽起來就是一整個非常的尷尬 除了這之外 包括李連傑演皇帝 李連傑也是大牌 出來演皇帝也非常厲害 結果這個皇帝 他沒有天朝天子那種威嚴 反而他的裝扮真的是 很不像皇帝 很像就是一般的大臣而已 加上又想說 是不是他到底是演皇帝 還是演反派 總覺得說他好像要 常常要在背後捅目 來一刀那種感覺 而且最讓他覺得奇怪的是 他怎麼會智商那麼低 居然說他的帕里函敵人 戰敗了派人跑來說 戰敗之後跑來精神要行刺你 他居然還可以親自帶兵出去 要去抓首領怎麼可能 因為一個皇帝 不會親自帶人出去抓的 結果這個讓他覺得說滿奇怪 他最好玩的是什麼 拱立在裡面真的滿粗細的 他是演一個超強女巫 他的工作說就是要激發起花木蘭 他的整個就是覺醒的 女巫戰鬥力 結果好 他覺醒了之後 反而他為了要救花木蘭 變成了老鷹 然後把他擋箭 然後死掉 這個女巫的下場 讓他覺得說這個邏輯真的很奇怪 他已經是超強女巫了 怎麼會反而讓自己死了 對 所以他整個劇情的不合理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今天你找的劉亦菲她是美籍 她是演新加坡人 在這個上面來講 既然你要演的是 整個東方的電影 整個華人市場電影 那是不是應該請 真正的華人來演呢 捷克議長之前風塵仆仆 來到了我們台灣 他還說我是台灣人 但這麼五個字說下來 無挑產線的口罩給了他了 但他回到捷克之後 江老師 怎麼一切都變了 是 在我們的年輕時候 有一則廣告 各位都看過 開場白就是捷克 這太神奇了 真的是捷克 真的太神奇了 我是台灣人就每一個字 可以得到一條口罩的生產線 你知道說很多台灣民眾 現在偶爾還排隊 疫情起起伏伏對不對 是 最近在換口罩的時候 根本拿不到口罩 真的 如果民間 如果有一條口罩 那該有多好 當然這個友朋自遠 不約夫也無所謂 但是反而回過台看看 我們如果既然對捷克 太神奇了這麼樣大方 對我們自己 我們現在看起來許多 像這種瘦肉精或者豬肉等等 目前為止也都還沒有找到 比較具體的答案 讓台灣的民眾能夠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當然委會部長很辛苦 我知道有政府我們都安心 但是問題是 可不可以讓我們更安心一點 閩南人經常說 做汗騙手來 做生理騙食材 自己帶來燙白來 尤其內臟含量都比一般的肉 要多出5倍到10倍以上 現在連豬油要不要弄 現在除了過去叫豬油仔 無所謂以外 我們真的是搞不清楚 要怎麼吃才會健康 以下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 如果真的弄不清楚 該怎麼吃豬肉才會健康的話 第一個 改吃全素 不殺生 不會吃到瘦肉精的豬肉 都吃素 2004年各位看網路上還有 許淳美說 因為他唸了孟子梁襄王 不是梁惠王 是梁襄王 他很感動 因為梁襄王不殺牛 只用羊 殺了羊 然後去祭祀 他說許淳美說他是學佛的 他不吃牛肉 只吃羊肉 那你可以學他 不吃牛肉 不吃豬肉 只吃羊肉 也不會有瘦肉精的問題 因為豬跟牛都有 第三 我們還可以跟穆斯林多學習 穆斯林不吃豬肉 其他都吃 也可以 第五 哲學家 沒有吃過豬肉 但多多看豬走路 有意身心健康 但除了這個以外 能不能辦點小豬比賽 要有點搞笑 坦白講 政府的功能 就是讓民眾安 和 樂 利 對 如果民以食為天的吃 都吃得不安心 那你真的要我們當哲學家嗎 哲學家說寧願作為一個 憂愁的蘇格拉底 也不願意作為一條快樂的豬 那我們現在都究竟是 憂愁的蘇格拉底 還是快樂的豬 陳部長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開示一下 否則我們真的弄不清楚 美國總統大選 就剩下那57天了 川普一直想著說 我要那10月驚奇 當那10月驚奇出現的時候 就可以幫我加持 我就繼續走那連任之路了 可是這10月驚奇 會加持在川普身上 還是跑到拜登身上去了呢 所以現在雙方 在最後幾天的時候 都拚了命的挖對方的牆角 之前大家都講說 川普實在很糟糕 然後他之前也說過 要跟中國 希望中國多買一下我們的糧食 能夠讓我們的農民更滿意 沒想到紐約郵報 紐約Post又挖出來說等等 Joe Biden在一個 美中安全研討會之上 就是他在當副總統的時候 他也講過 現在中國國家主席是習近平 我有特別跟他講 希望他能夠幫助我 當上美國總統 哈哈 Joe Biden講過這樣的話 對 沒想到這也被挖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他當副總統 大家也沒有對他很認真 而且底下也是哄堂大笑 而且這應該是個玩笑話 是 他後來也補充了 說沒有 這個是玩笑話 可是對川普而言 就已經過去罵他 中國拜登 中國製造很多次了 這一次怎麼會輕易放過他 但沒關係 你挖我的牆角 我敲你的大門 川普前律師 就當初跟他一起辯護 非常多的醜聞的柯恩 他的書裡面就講說 川普在真正競選之前 非常討厭歐巴馬 所以他甚至找了一個 叫Fox Barma 叫賈巴馬 賈巴馬幹嘛 因為他要拍那個 You are fired 就是他要拍這樣子的畫面 就像這個一樣 他還拿照片說 找那個長得很像歐巴馬男子 坐在他對面 川普就想說 我要講說 You are fired 問題是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大家就說 川普這麼沒信心 之前不是講說 大家都要覺得 我當你的總統 股市才會這麼高 你們要覺得很幸運嗎 川普講完股市就大跌 所以現在又被挖出來這個 到底是好還是壞 歐巴馬都已經卸任了 還在那邊拿他出來講話 川普顯然是覺得 自己危機不夠 最近又開砲 最近不是大西洋月刊 這個Atlantic 一直在炮轟他說 當時不尊敬陣亡將士 於是川普就打蛇打七寸 直接打大股東 這個大股東是誰 Steve Jobs的遺孫 Lauren Puel Jobs 他直接講說 這個Jobs 這個怎麼會讓他的遺孫 把錢浪費在一個 極右 極左派的雜誌上面 還創造各種假新聞 大家趕快打電話給他 寫信給他 讓他知道你感覺多糟 這就是以總統的高度 號召大家肉搜 號召大家去猛力攻擊他 但問題是人家都是 Steve Jobs的遺孫了 Atlantic的雜誌 也不過就是他投資的一部分 打這麼凶幹嘛 好 但是還不只這樣 顯然川普最近壞事一螺框 剛講的柯恩 柯恩還又補充了 他說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你看只要被黑人統治 就會變成 就什麼的坑 所以黑人都是什麼的統 這個罵可是罵到全球去了 這個很糟糕 但問題是川普就是很強悍 他根本不在乎這個 塞爾維亞總統 最近有一張照片在網路上大紅 他叫武器旗 他大概有190幾公分 他在Oval Office 就是橢圓辦公室裡面 見川普的時候 你這樣看起來很正常 可能照片看起來 感覺坐在小學生的椅子上面 而且雙腿並攏 好像在聽訊 這個實在是一個 很失禮的事情 塞爾維亞 Serbia 不是一個多大的國家 但人家元首來訪 你好歹給他一個適當的桌子 做這樣 大家又罵說 要對等的尊重 對 大家又罵說 川普不是一個適合的美國總統 好了 但是川普 為什麼現在都老神在在 因為川普基本上 他準備不靠黑人 不靠西班牙裔 不靠少數族裔 他要贏這場大選 他只要靠美國白人 他就能夠獲勝 我跟你講 因為在白人選民裡面 川普的支持率是51% 對上拜登的43% 差8% 但是在西語役的選民裡面 Hispanic 他遠遠落後拜登 是25%對63% 更別提在非裔選民裡面 但聽起來很有可能 這個數字落差這麼大對不對 但很抱歉 西語役跟非裔選民 少數族裔選民 投票率不高 所以也就是說那些票 不會影響到川普 但是這個是精算 也就是包含了很多搖擺州 是以白人為主 也有很多選舉人票多的州 是以白人為主的時候 現在誰勝誰負 尚在未定之天 好了 川普能夠怎麼做 第一個 他的整個業績上面 他的KPI有一個很糟糕的地方 就是川普的任內 從來沒有這麼嚴重的 美國工作減少 因為以前在第一任的後期 不管怎麼樣撒錢砸錢 總統要連任 都會盡量讓工作機會增加 結果因為這一次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 美國一路走來 減少了470萬個工作機會 工作機會少了 這樣子川普就危險了 是 所以他為什麼要砸錢 為什麼大家共和民主兩黨 要搶桌到底要不要補貼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 就跟我們現在的 課綱爭議有關 美國現在有一個1619 Project 這概念是什麼 美國史要從奴隸船到達 開始完整的敘述 以前奴隸船到達 不是一個重要的Milestone 不是一個里程碑 現在是加州想要這樣做 但是川普就說 不好意思 我推文說 你如果想要這樣做的話 我就不給你聯邦政府的贊助 你想想看 哪一個州的公立學校 可以不需要這些資助 加州政府現在就說了 所以一路走來 現在的問題是 到底川普能不能夠連任 還在未定之天 美中之間的抗爭 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川普的選舉只剩下一個多月 57天的時間了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卻聽到了一個新的訊息出現 有人放槍了 誰放的 印度放槍了 難不成印度現在這個時候 跟這個美國要聯手 開始對抗中國了嗎 你看放這一槍 它代表著什麼 它可能要付出開戰的代價 中印45年來沒有開過槍 但現在兩邊各說對方開槍 比方說解放軍就講 是印度他先開槍的 而且還指控印度的那邊 他越界 然後他們射了警告彈 所以解放軍才以為做 反制的動作 這反制 解放軍有沒有開槍 目前不知道 不確定 還只是單純的徵兵 或者是抗議 不過印度不這麼說 印度說是你解放軍越界 是我們印軍勸你不要越界 結果你惱羞成怒才開槍 越界還開槍 立岡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的劇情這三個月來 怎麼不斷的一直在反覆上演 所以是打架 後來是叫石頭 對 最後線真的開槍了 好 結果環球時報很硬 這個是大陸的官媒 他直接說 你現在印軍前線的阿兵哥 既然敢對我們開槍 那你就是離被我們消滅不遠了 還繼續罵 還說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如果到時候 引起了新風協議 那也是你咎由自取 大概就這個意思 好 剛剛我說了 三個月來 其實他們雙方也開了 不少次的高層軍事協議 五次全部都破滅 都沒有 都協商破滅 結果怎麼辦 印度現在還真的開始要急了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兩軍交戰一定先比武器 所以印度他現在 也不斷的在展示自己的肌肉 畫面當中你所看到的是最新的 這個我們稱為叫做 極音速測試掩飾機 印度它為什麼要在7號的時候 示範這個 他們印度自製國產的 極音速測試掩飾 他是要告訴你 不是只有美國跟俄羅斯 還有大陸有極音速導彈的實力 我們也有 雖然這只是個飛行機的測試 可是將來就可以證明 我能夠有6馬赫遠程導彈在鋪路了 第一 我有導彈 第二 我也有核子潛艦 第二艘 大家來看 第二艘的核子潛艦 艾里達曼號 由印軍他們自行打造的 其實2017年他就打造完成了 但是他經過了三年謹慎 小心翼翼的海事之後 據說年底可能就要開始服役了 他說我現在艦載的載彈量 不但是過去的一倍 而且我各個載彈都可以帶核彈頭 所以我還有核子武器 再來他還拉幫結派 比方說他就跟普丁 莫迪 兩個人就非常的交好 在這個時刻也突然在印太地區 實施了海上的軍演 而且普丁還大費周章的 把他的太平洋艦隊都開過去了 還不止這個時候印度也突然說 我覺得我的武器還不夠 我還要跟俄羅斯和美國 再加買 其實這有一點在繳保護費的概念 比方說在陸戰坦克的部分 他要跟普丁再多買一些T14坦克 用來取代我們講他T90坦克 又老又重對不對 還沒有 各位還記不記得7月底 不是法國標封戰機 交了5架給印度 然後世人的眼光 都看他飛到印度去嗎 結果總理莫迪說不夠不夠 他還要買什麼 我要給川普一點保護費 我要買F35好取得 他在中巴印邊界空中優勢 因為我們都曉得 殲20是五代逆中戰機 所以F35他的隱形功能 是莫迪所看中的 但就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在秀武器 印軍要知道 解放軍 你一直覺得我武器不夠好 但你自己又好到哪裡去 畫面當中看到的是 這昨天陝西突然從天空中 掉落了一個疑似火箭的殘骸 畫面很震撼 立剛 你有沒有看到 掉下去還爆炸 對 立剛 你知道震撼的原因 是因為他差點砸中一個學校 上面還寫著 中國航三個字 有看到嗎 無獨有偶的 昨天央視的確也報導說 他們長征4號B型火箭 有在試射衛星 有在發射衛星 會不會也許就是剛好這個殘骸 掉下來 那是突刺嗎 我們覺得也許 不曉得 但是印度這邊 就直接可能會開始 拿著這個做油頭 瞧笑你了 你不是一直在笑我印度嗎 是昔日的什麼阿山嗎 你自己又好到哪去 好 這樣子當然可能只是一種 言語上的我們講的 就是大家在嘴 可是打仗要比的還是錢 印度也說我現在很有錢 為什麼 因為以前你的盟友 都現在變成我的盟友了 他把蘋果跟三星 通通都招來了 你知道蘋果目前就有8間 在大陸的這些廠房要撤 撤去印度 然後三星也去了印度 那你現在 那得錢也進到印度了 對 好 多少錢 未來5年2間各創500億的營業額 加起來就是1000億美金 好 而且我們這次得到的這個消息 是由印度通訊部長普拉薩說出來的 他還講這樣的一個突飛猛進的 友誼Friendship 是有獲得別個國家他所認證的 他說你看美國支持 英國支持 日本支持 澳洲支持 好啦 你說真的只是嘴巴講 未來5年有這些錢 就代表你真的有錢嗎 要比還是要比現在 你看真要比的話 我告訴你 印度好像還是吃虧 你知道大陸現在的GDP 從1962年中印戰爭以來到現在 它已經是印度的5倍 而如果要講到軍備的預算 大陸的解放金是印度的3倍 所以真的兩國交戰 糧草先行 錢你可能比不過大陸 可是印度它的伎倆現在是什麼 他想得很簡單 我現在就是老人 老了這些強國的元首 做我的巴庫 到時候是誰消滅誰都不知道 江老師 會不會倒回來看 川普現在正如是美國的一顆棋子 全世界有兩個大國家 正在擾動著美國國內的政局 當然是你玩人家人家玩你 玩人者人恆玩之 全世界都是如此 不過因為美國有200多年的底子 他太厚了 川普等於是歷屆總統當中 唯一到目前為止 有會不會有 不知道 他是空前未必絕後 把美國200多年來 累積的厚厚的資本 拿起來耍弄 他就像雷神索爾一樣 把那個大的槌子到處亂打 你說有沒有用這樣打 大家覺得川普現在是輸拜登 前一陣子輸6%到7% 後來拉近到3% 對 這兩天又到8 又到10 又輸掉了 可是你來看一下 這是4月份的時候 4月份的時候 70%華爾街認為川普 應該會連任 連選連任 但是到了8月中央經過疫情 到了8月現在 華爾街投資的大咖們 中石戶 古魯 大咖們 都認為川普連選連任的機會 正在與日俱增 這個與日俱增不是川普做得好 而是他太會用心機了 他把中國大陸扯進來 把印度扯進來 同時當然也把台灣扯進來 尤其他說最近他要考慮 要大幅削減跟美中關係的策略 他希望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減少對中國大陸依賴這裡 他這個報紙寫得很多了 但問題是他說因為減少依賴 就能夠讓美國能夠少損失很多錢 他簡單的說 他就只要跟中國大陸不往來 不做生意 我們就會減少很多的損失 這個意思是說 不開車出門就不會發生車禍 不吃東西就不會拉肚子 不談戀愛就不會失戀 不做生意 不做投資 就不會賠錢 是這個意思嗎 當然不是這是因業廢池 也就是說這個轉得太硬了 如果你從過去40年來 全世界都把最好的東西賣到美國去 用最便宜的價格 美國人享受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包括台灣的東西在內 當然中國大陸更是用大量東西 賣到美國去 他賺到了外匯 但是美國人賺到了生活品質跟快樂 你得了便宜還賣官 對川普來講 川普說要跟中國大陸 要做脫鉤 可是我要說的是對中貿依賴 就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各位看一下 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是現在進行式 當川普說我們要擺脫 對中國大陸依賴 是你現在依賴很重 隨時他講完又馬上被打臉 你看一下 現在這兩天的新聞 說因為口罩的關係 台灣正在對大陸的口罩 Carrie有意見的時候 台商去投資家裡口罩 有意見的時候 美國可是買了很多大陸口罩 所以增加他整個提升 很多很多的逆差 你看對中國貿易的Q大 加大很多的貿易逆差 增加多少 創12年來的新高 也就是說一方面川普說 要擺脫中國大陸的 經濟的脫鉤 可是二方面你看 所有的資料顯示 還是擺脫不理 他每次越創越慘越兇 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 越來越大 而且川普創了12年來的新高 整個新聞這兩天 有看到這樣的情況出現 換言之對川普來說 目前只要能夠當選 什麼都好說 什麼都好做 所以我們看到說 所以等於不擇手段 當然是 他告訴我們說 現在他只要跟中國大陸 做經濟脫鉤 這樣就能夠從中國大陸 能夠省下很多的錢 拜登當選的話 美國就會被中國大陸所擁有 你們所有人都要開始學中文 但是問題是 根據前白宮首席的安全顧問 波頓所寫的事發之事 事發之這本書當中 明白地記載說 川普在G20去年碰到習近平的時候 當面請托他說 拜託你幫助我連任 拜登當副總統的時候 直接開玩笑 公開場合 現在被拿出來炒作 被拿出來當笑話 你自己川普已經當選了 自己選情不好 還要求習近平幫助你在中美貿易上面 能夠幫助他連選連任 比較起來究竟誰比較屬於 陰險的這個小人 我不做評論了 各位再做一個評論就好了 所以我說川普現在這種駝鳥心態 去做這樣的想法說 只要跟中國大陸脫鉤 那麼美國就可以省下很多錢 他要擺脫對中國大陸依賴 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另外就是中印開戰這些事情 美軍在支持誰 我跟各位報告 美軍不會支持任何人 這兩天新聞解密 川普在選第一任的時候 就批評過種族主義 他批評說黑人根本就是馬桶 這個是很大很大的種族歧視 這很污辱人 除了川普道歉 他也不一定要道歉 他不可能道歉的 然後提問接著一句 川普視金錢如糞土 黑人是化糞池 可以 你們結合起來 這樣講就把自己也拉下去了 可可圓起來 就把自己等於是開自己玩笑 你現在講自己高高在上 黑人是馬桶 你只要憑白人就能夠當選 反過來說 你現在把印度拉進來的 印度當然現在有很多內憂外憾 我們前面說過 但是如果真的插槍走火的話 我認為印度應該是打不過 理論上跟實際上都是如此 軍事量體差太多了 應該打不過中國 這不用講 所以穆迪也知道 他不要認為他自己是萬夫莫敵 是不可能萬夫莫敵的 光是整個軍隊 你就打不過人家 所以我認為說 印度現在是過個場 給川普一個交代 如果真的插槍走火 美軍不會幫助印度 就好像美軍 台海發生戰爭 不會來幫助我們是一樣的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美軍會再次的出動 除了過去的韓戰越戰之後 會再為了別的國家 或者別的地區而出兵持援 是不可能的 所以印度知道這一點 他絕對不會把這個插槍走火的火力 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同樣的我們自己要小心 不要讓台灣海峽變成火藥庫 一旦插槍走火 美軍絕對不會來 要不要賭30塊錢 因為30塊錢以上算是會選 我們讀30塊錢一下 一定是我贏 美軍絕對不會來 中印之間真的開戰的話 那看起來是對誰有利 川普現在可是正在等著他戰火發起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川普 從科技戰 貿易戰 一直到軍事戰對著人的 就是大陸 不過有一個指南 米其林指南 其實米其林指南當中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他這個指南做下去以後 大陸的一些科技工業上面的弱點 馬上就呈現出來了 力幹 我先跟你講 其實米其林指南在對岸 城市還不少 上海 北京 廣州 港澳也有一份 在這個狀況之下 台灣的米其林指南不是也公布了 現在有台中跟台北 你有沒有發現裡面的 華人菜系特別少 有好多日本菜 有好多壽司 你都不知道台灣的主城 是這個樣子嗎 因為米其林在全世界 一直有一個爭議就是 他用法國人的角度 來看全世界的美食 法式餐廳裡面 主廚很重SOP 就是我今天要煮多少秒 然後這個湯 要有多少克的麵粉 多少克的胡椒 多少克的南瓜 斤斤計較 全部都要照標準流程 但是華人的菜系 你說廣州菜 北京菜 上海菜 四川菜 要看當天的溫濕度 當天的料新不新鮮 來決定你下的菜 你下的調味料要多重 可是這就出現一個問題 你像連台灣都有這個狀況 為什麼華人菜系那麼少 就是因為今天天氣熱 天氣冷 冬天 夏天 評審吃到的味道不同 他覺得我跟你講 米其林很忌諱這種事情 他會覺得說 怎麼可以天天給客人吃 不一樣味道的東西 但問題是對華人廚師來講 就想說 我們夏天有夏天的補法 冬天有冬天的補法 味道跟食材的新鮮度難免 所以光是飲食文化的幹格 就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你看中國有那麼多個城市 有米其林 可是他總三星的數量 少於其他的重要國家 日本 東京是全世界 最多米其林星級餐廳的地方 為什麼 你知道有一個對岸的網友 就想說 這樣子一想我們就知道了 工業跟精密產業 非常注重SOP 我們之前講過艾斯摩爾 他光是做一個光雕 光刻機 就跟研發原子彈一樣 原子彈跟做菜不一樣 你中間能每個流程 隨著天候改嗎 不是 你是把這個環境控制到 百分之百不會變 電壓不會變 塵埃不會變 所有的地方不要晃動 所以為什麼中方在半導體 在這種Rose Rice的這種 勞斯萊斯的這種引擎 噴射引擎上面 會落後這麼多 就是跟美食的材料 跟做法有關 你說每一個步驟的要求 跟精準度 因為你要隨機應變 你今天早上問徒弟說 今天的魚料新不新鮮 然後你就改做法 可是問題是晶片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精密工程 不能這樣做 不管晴天 雨天 熱天 冷天 一年四季 你就是要照標準流程來做 我們講到這裡 中方可能還在思考說 怎麼辦 我要怎麼改 可是我們也要先講 米其林的指南 一開始 其實是一個行銷活動 因為米其林 不是賣輪胎了 對不對 每次都有米其林寶寶出來 為什麼從輪胎到美食 難道輪胎可以吃嗎 不能 當時兩個創辦人 想到的概念 我們是賣輪胎的 我們能怎麼做 有人贊助賽車 問題是贊助賽車 我可以賣輪胎 跟一般人用輪胎 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怎麼讓輪胎賣更好 就是推出美食 跟車子的維修 跟輪胎的替換放在一起 這些可以結合 因為讓你開車開得越遠 譬如說台中有一家 新的米其林餐廳 從台北開到台中 我就想去吃了 去吃了之後 你再從台中開回台北的時候 請問開得越遠 是不是輪胎磨損越大 磨損越大就賺得越多 所以一開始是這個樣子 可是後來米其林的蔡英指南 越來越受大家歡迎 我們這樣講 如果你拿到三星 你的業績起跳 至少增加18% 但因為你原來就很貴 你18%少的 但米其林指南裡面 每掉一星 業績會跌30% 所以當你一旦登上高峰的時候 你要掉下來 不得了 壓力很大 過去曾經發生過好多悲劇是 因為每一年半到三年 就要派密探來再看一次 所以對於大廚來講 拿到三星是你人生的頂點 這個貝納羅說 他拿到三星 他覺得他人生已經到頂點了 但是因為有另外一個 蔡英指南 把他的分數從20分滿分 降到17分 糟糕了 他覺得下一次 米其林心急貧賤的時候 我會掉星 掉星是起始大入圍 他那種榮譽感 那時候油然而生 對 結果他就輕生了 我們還是要講這件事情 請大家往更寬廣的方向想 不過就掉一顆星 那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真正有人 譬如說拿到三星之後 整年睡不著覺 因為他隨時擔心 有米其林密探 因為他都是用X顧客 就來這邊 我們知道坊間的謠傳 通常是一男一女 然後他必然會掉湯匙跟餐具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就知道對當事人來說 一整年都要提升精神的壓力 真的非常大 所以當你去吃米其林餐廳的時候 你要記得 背後的廚師跟員工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中美之間的博弈 在許多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美國自己本身 現在這個時候 疫情的嚴峻之下 其實美國還遇到一個天然的災害 那個災害也是非常的嚴重 57天這個總統大選可就要進行了 川普現在心裡面也在怕 怕的是這個災害如果停不掉 我的選情一樣就被燒起來了 對 雖然說他們每年燒 但是這一次是不是越燒越可怕 因為目前為止加州火災 它的火燒面積 已經有10個紐約那麼大了 這麼大一片 非常可怕 而且最近還有一個新的火災 立剛 你知道它是什麼原因嗎 很多人覺得可能是天干物燥 對不對 那結果這一次 沒想到應該是有一戶人家 他們很高興 有小朋友生出來了 他們就幫小朋友辦派對 他們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很流行辦這個 寶寶性別揭曉趴 就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寶寶是什麼樣的性別 對 很高興 你辦這個活動當然無所謂 對不對 結果他們高興就放煙火 放著竟然就變成神經大火 煙火變成這樣子 還有這種事情 太恐怖了吧 對 太誇張了 而且其實網路上有人很生氣 還有人PO網 就說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連這樣子火燒之後冒的煙 從衛星以上都看得到 就看得到你的小朋友 最常用來幫這個寶寶 慶座到連全世界都看到 對 高興到慶煙有看到嗎 你看 就這個煙 就像這麼大的這樣子冒上來 看起來很恐怖 但是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了 我們這個如果在衛星上 這樣往下看就看到煙而已 可是如果你在火燒的當天 大家不要以為 這是什麼特殊的意象 天空怎麼是紅色 這看了會害怕 對 就是因為遠方都是火 然後可能有很多煙 所以搞得天空是這種顏色 看了其實也很可怕 好啦 但是有些人更可怕 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前面是火場 天啊 前面都是火 對 那怎麼辦 到底要怎麼走 那他可能想說沒關係 車子在路邊 火往前開 搞不好是OK的 結果沒想到轉個彎 這個沒路了 煙越來越大 火越來越大 怎麼辦 視食物者為俊傑對不對 所以趕快有沒有 趕快掉頭 快點跑 不然的話到時候 要跑都來不及了就很麻煩 可是有人 真的是要跑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有人到 這個國家公園裡面的 一個水庫附近去露營 207個遊客 結果你看 在那個地方遇到了森林大 後面上我們看到這名男子 叫Jeremy 然後Jeremy他其實也是 受困的207名 207名遊客之一 所以他其實就拍給大家看 大家看 你看一下 360度 他其實真的是全部都水庫的樣子 可是你可以看到 周圍全部都被火包圍了 所以其實看起來是一個 對面的山頭燒光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些來露營的車 或者是露營車 所以這207名遊客 就被困在這裡 當然後來有被救出來 可是這個過程 我想一定是 整個那種熱這樣子撲滅而來 一定是非常恐怖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熱 是你看到有火在燒 但是有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在洛杉磯那邊 他們竟然最近飆出了 2006年以來的最高溫 這個華氏121度 這麼高溫 折射是49.44度 結果你看他也苦中作樂 平底鍋放在馬路上直接打蛋 有沒有看見 那個蛋白已經慢慢要熟了 對 天啊 他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太陽現在已經開始 逐漸的往南半球照射 怎麼北半球溫這麼高 怎麼還會這樣子 所以這個熱浪竟然可以 破了他們14年來的紀錄 其實也是非常可怕 但是我們剛剛講了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樣的奇妙 或者是這麼樣的極端 這個地方火燒成這樣 但是有地方 卻是風雨大到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其實就可以看到 接下來的畫面的話 就是在南北韓 在南北韓這邊的話 我們就看到海神颱風7號 結果過去的時候 昨天才衝上去 對 沒有錯 整個南韓北韓 我們現在看到南韓的部分 我們發現 這個水整個都淹進來 有一些櫃子 你看全部都衝到路邊上 來 大家仔細看 他們其實也是一樣 蓋帆布 堆砂包 有沒有看見 然後希望這個災害 不要這麼樣嚴重 但是有一些地方 看起來真的會讓你害怕 來 這是一戶人家 他直接看 你看 平常可能覺得建築物後面是房子 看起來風景很好 然後也很穩固 結果呢 這樣子山崩下去 房子會不會危險 大家仔細看 他這個灘塌直接這樣 連同樹這樣子滑下來 然後你再看一下 那個下面是他們有人停車 汽車 摩托車 所以其實看起來非常可怕 但後來他們整個都撤離了 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那些交通工具 有些搞不好全部都被淹沒 不知道救不救得回來 另外有些地方 是在海邊整個浪打上來 後面這樣看到 你這是浪 怎麼看起來顏色怪怪的 看起來像奶茶 看起來像泡泡 有沒有發現 旁邊是房子 是 所以其實看到這個畫面 大家都覺得很恐怖 而且我覺得還帶了一點驚悚 因為一般的浪 似乎不會有這種感覺對不對 所以這個看得很恐怖 當然有人他其實就可能 還是勢必要開車趕去什麼地方 但是他仔細看 你看路牌的這個點黑條號 你看看電線全部都倒下來了 你看看 你這個點黑條號 不是要打地震站好對不對 結果你看一個一個倒下來 遠方還在爆炸 所以這個畫面 這個也是驚心動魄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擔心什麼 我們就擔心有一些記者朋友 他如果要去外面Stand的話 那這個就恐怖了 你看北韓現在這個場景 也是一樣吹得亂七八糟 沒有錯 所以其實我們就也看到 整個朝鮮半導 南韓北韓這樣子掃過去 大家其實都恐怖 你看泡在水裡面撐傘 你看馬上就開花了是不是 所以這個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們講到了 這個危險 因為他是他的工作對不對 這個雖然是風雨 他還是要去 難得北韓還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北韓一般來說不做直播的 對 沒有錯 但是接下來我們擔心的是什麼 是不是有人說颱風來 颱風來就要去海邊 不然要幹嘛 很危險 所以其實有人 他其實是賣命的 在他的工作崗位上 有人是不是去玩命直播 所以其實颱風來 大家都受災 不過安全還是最重要的 說到珍珠奶茶 你想到就我們台灣珍珠奶茶 可以行銷到全世界 可是對日本人而言 珍珠奶茶代表了一個經濟指數 當珍珠奶茶熱賣的時候 日本的經濟會怎麼變化 這兩年珍珠奶茶來日本 真的是熱賣 好多地方都開了珍奶店 而且大排長龍 可是有眼尖的網友講說 珍奶好像以前日本也流行過 不是這兩年 記得好久以前就有了 沒有錯 看整個日本的歷史來講 珍奶真的是第三次大流行 可是就有一個非常巧合的 都市傳說 就是說當珍奶流行的時候 就是日本經濟不好的時候 珍奶流行經濟會不好 為什麼珍奶流行 跟日本經濟有關 真的假的 就有網友做了一個對照圖 這對照圖看起來說 還真的有那麼一回事 包括日本在1990年的時候 泡沫經濟的頂端的時候 他認知是富可敵國 可是90年泡沫經濟崩盤之後 整個摔下來 92年就整個開始崩下來了 就崩了 好 這時候剛好珍珠奶茶在日本 自第一波大流行 就要碰到泡沫經濟崩盤 結果後來第二次是海嘯 金融海嘯的時候 2008年又崩盤 珍奶又流行 到去年珍奶開始流行了 新冠肺炎來了 日本經濟又崩了 所以日本人在那邊 其實珍奶不容易流行的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 邊走邊喝的習慣 日本人沒有 現在都是要走巢店 然後要讓IG打卡 所以日本在尤其珍奶上面 他還是他的歷程 可是珍奶 他在世界其他國家也非常的紅 包括新加坡在封城之前 他們想說趕快要去買杯珍奶 要負之前喝杯珍奶 趕快去喝杯珍奶 這麼紅 好 亞洲珍奶紅 這是一回事 還有包括歐美 珍奶也很紅 包括英國的歌手 他的IG有 將近5000萬人追蹤的歌手 結果他在整個就是IG上面 PO出了黑糖珍奶的雪糕冰淇淋 就引發熱意 他知道說原來珍奶在英國 也吃得通 沒有錯 英國現在也開始流行珍奶 包括美國 美國人非常愛 美國甚至他們 當民間業者 還把4月30號定為 就是國家珍奶日 這個就厲害了 光珍奶還有一個專門的日子 對 珍奶還被列入到 國家珍奶日就真的是 大家覺得珍奶非常偉大 甚至CNN還幫珍奶 做了所謂的專題報導 最後他們還做了一個 就是整個市場預測 不得了 預測才知道說 原來珍奶市場這麼大 因為他說全球珍奶產業 到2027年可以發展到 一年有43億美金 相信1300億台幣的市場 光珍奶市場可以大到這樣子 光珍奶市場是非常大 反光我們國內其實 我們大家也都是非常喜歡珍奶 包括之前我們的國防部 2004年的時候 他做了一支廣告 這支廣告也紅到國際去 為什麼 因為當時就是因為軍購案 要做政令宣導 希望大家支持軍購 他是說 每人少喝一杯珍奶 可保台灣的百年平安 這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說少喝珍奶 可以保平安 是因為他們當時推出來的說法 國防的說法是說 你每個人每個禮拜少喝一杯珍奶 台灣如果說你15年的 省下來的珍奶錢 你可以這樣當於我們要買軍隊 買飛機 買大炮 對 可以把我們台灣 準備打仗 對 所以當時這個一出來之後 還休閒小站這種 就是大型零手店 還出來抗議說 那不對 為什麼要針對我們珍奶 你為什麼不去找可樂 少吃一個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這麼珍責 所以說連珍奶 都還可以跟軍購扯在一起 不過因為珍奶 我們在台灣目前 有目前一個挑戰 就是吸管的問題 限制吸管 禁用 好 喝珍奶 大家最喜歡的是什麼 他的吸管邊喝珍奶 然後邊喝奶茶邊吸珍珠 這樣攪感會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現用吸管之後 完蛋了 於是居然就有 非常創意的學院團隊 做出了一個所謂的 珍奶漂浮杯 這個就厲害了 珍奶怎麼漂浮 他還打設計的金獎 他就是把整個順序顛倒 我們飲料先放之後 他上面放了一個漂浮杯 漂浮杯你把珍珠的 放在上面之後 上面開個小口 當你在仰頭喝的時候 你的奶茶會喝到之外 在漂浮杯裡面的珍珠 還可以吸進去 珍珠還在上層 對 就解決了喝飲料加珍珠 結果一出來之後 我跟你講 熱賣 他短短杯子的原型 一出來之後 短短沒多久就賣了 200多萬組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創意真的非常好 而且也解決了環保問題 所以這個團隊應該是 未來會有非常好的成績 最近你看到新聞 會注意到橫樹法師他生氣了 他還開了記者會 他連他的兄弟都罵進去了 究竟是什麼樣的事情 錢的問題 讓橫樹法師這麼生氣嗎 立剛 以前我們覺得 橫樹法師和他的兩個弟弟 張飛和費玉勳 可能頂多是理念不合 但是這一次卻是反目成仇 為什麼 我們曉得橫樹法師 昨天大動作開了記者會 我們曉得錢證他不是被爆料說 他可能因為這個幫人做保 然後他欠債欠了3000萬 但是幫他還的 那就是張飛跟費玉勳 就不是 就幫他還的 是他的鐵粉 我會款百萬美金來幫他還債 那好啦 結果橫樹法師 為什麼要開記者會 是因為大家一度都覺得說 你的弟弟為什麼不幫你還 應該有吧 結果就有傳出說 說張飛跟費玉勳 其實多年來已經幫他還了 大概有兩億的債務了 什麼 兩億債務 這麼多 對 那結果 張飛跟費玉勳他們還了這麼多 可是你很訝異 橫樹他自己也說他很訝異 因為他說哪有 所以他才開記者會 橫樹自己說沒有 對 他說沒有 他甚至講 他說他就開始酸言酸語 他說他覺得張飛 根本是台灣省長 他說費玉勳 則是中國最好的牙刷 為什麼 因為一毛不拔 然後再講張飛是台灣省長 因為他是省前之長 你看你對你自己弟弟 兩個講的話 那不是翻臉嗎 講得而且很重 他又繼續講 他說其實20多年前 他爸媽就曾經 對這兩個弟弟講過 就說你們雖然理念不合 可是你姐姐畢竟把你們拉拔 而且帶你們出道 所以你們是不是也應該 給他一些零用錢 所以後來這兩個弟弟 就一人給5萬 湊了10萬 每個月給他供養金 我先聲明這是橫樹法 橫樹法是他自己講的 他的講法等於就是 那3000萬絕對跟他們無關 還有什麼2億的債務 好像也沒這回事了 好 你聽到他講他的弟弟 尤其講到他說他的小弟費玉清 那更是狠 已經直接講到一毛不拔 可是費玉清他到底 他的這樣的一個為人是什麼 我們來引用一些 其他的藝人的說法 你會發現他有兩個原則 第一 他很謹慎 第二個他的確很節儉 我們先來講謹慎 你知道周華健曾經就回憶 他說他有一次去日本的 北海道餐廳跟家人去吃飯 結果餐廳的老闆就跟他講 我跟你說 費玉清前一陣子也有來 可是他為了要互賞 保護賞只是點了一杯溫水 就周華健聽了之後他很感慨 他心裡想這樣生活是要怎麼過 結果後來他有一次跟費玉清同台 他聽到了費玉清講什麼 他說我以前從來不熬夜 也從來不喝酒 出道46年來始終如一 現在我封邁退休了 我才敢做這樣的事 夠不夠謹慎 謹慎 真是很嚴謹對不對 40幾年都這樣的生活 你講得對 再講到他的生活 坦白講還真的是滿無趣的 因為他賺了錢就只投資 他也不太花錢 他的投資我們曉得 江湖傳聞都說 他這是中小東路 一段到七段都有他房子 身價一二十億 絕對有 可是你姐姐說他一毛不拔 真的是這樣嗎 大家看 他在2019年11月小巨蛋的 封邁演唱會的最後一場 他突然公布了 他在2019年的捐款明細 高達了2000萬 一年捐了這麼多錢 這裡頭有很多的弱勢團體 也有包括流浪貓 流浪狗 而且他的經紀人還補充 他說小哥光2015年捐了600萬 給流浪貓 流浪狗 就捐了600萬 然後他還講平均小哥每年 都會捐600萬給公益團體 做這麼多公益 就有人說 所以每個人看法不同 你說他一毛不拔 但有人覺得 他是把錢花在刀口上 好 終究我要講一個叫節儉 節儉又有大家怎麼樣 我順便還講就是說 他幫助人的故事還有兩個 大家還記不記得 曾經有一個女情節工 他的兒子 因為一口爛牙 所以他去除掉是一份 費勳知道跟不認識 那位女情節工 因為阿姨 就直接捐了4萬塊給對方 看起來別人的眼中認為 小哥其實是把錢用在他 認為該用的地方 那節儉 我來說 大家還記得去年 他的瘋邁演唱會 他在瘋邁演唱會的 每一場的演出 他說 經紀人轉述 他說他可能就只吃兩個飯糰 就打發這頓晚餐了 這麼簡單 對 而且他說最後一場最特別 最後一場 他提早到小巨蛋巨柴牌之前 他只吃了20塊的 兩顆茶葉蛋來裹附 看起來他真的很簡單 也真的滿節儉的 另外還有幾個故事 是跟陳美鳳之間的 他說他有一次 跟飛玉慶和陳美鳳去吃牛排 陳美鳳因為他想要保持身材 所以牛排沒吃完 飛玉慶一看到就說來打包 陳美鳳就說 你為什麼要把我吃不完的牛排打包 他講 沒有 其實我是要帶回去 給我的愛狗吃 看看也順便有沒有什麼流浪狗 可以吃這樣子 此外大家看 有沒有覺得小哥每次在上秀場 或者是上節目的時候 他西裝好像都長一樣 因為他三套衣服15年交替穿 就是那三顆扣西裝 幾乎成為他的招牌 一把刮鬍刀用8年 一條皮帶用12年 褲子破了自己縫 小哥這麼的節儉 對 那你覺得小哥到底是 節儉身材有道 錢用在刀口上 還是他姐姐口中的一毛不拔呢 看人用不同的角度 你會看到不同的視野出現 所以你看到了飛玉慶 他的角度如果你看得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不同的人生 可是如果用人的視角 去看動物的世界 有時候也會看到 不同的一個生活環境 有時候動物的話 我們看牠的這個行為很有趣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 牠似乎有我們的一些人性 例如說什麼 母愛 非常的偉大對不對 來 畫面上看到的是 這個鴨媽媽帶 為什麼走來走去 而且越走越少 到哪去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看這個鴨媽媽很緊張 全部都沒有了 只剩下牠自己一隻 怎麼回事 來 我跟大家報告 原來是一開始帶8隻 結果走過去的時候 剛剛那是有水溝蓋 水溝蓋上面的縫太大了 全下去了 媽媽的腳有脯 可能踩下去不會怎樣 結果小朋友一走過去 釣一隻 走過去再釣幾隻 走了幾趟以後全部沒了 那完蛋了 對 他這個著急的要滅 在那邊繞來繞去 那些小鴨更急 因為牠也上不來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說 天啊 這個是菜鳥 新手媽媽怎麼會這樣子 當然後來有人把蓋子打開 把這些鴨都救上來 不過其實看了 也是讓人家覺得非常的恐怖 好 但是我們現在又看到 另外一個畫面 剛剛那個的話是 你覺得牠是新手媽媽 可是牠其實感覺上 也在那邊交集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牠們其實也就是 畫面上看到這個是Diane 牠其實他們 這個野生動物控制局的人 因為牠其實在Michigan 附近的公路上面 找到了10隻小鴨 沒有媽媽照顧 牠就想那糟糕 這10隻小鴨 沒有媽媽照顧 這些鴨都會死掉 對 接下來的話 可能再走來走去 會被車 被什麼交通工具傷了 或者是說被其他的動物 給吃掉 結果但是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感覺上牠好像是 把一群小鴨倒到水裡去 可是倒進去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隻大的鴨子過來接牠們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Diane她自己就想說 對 附近好像有一個 高爾夫球場裡面的水池 好像有一隻媽媽 牠還認識這隻媽媽 這隻母鴨叫Stella 牠發現這個Stella 剛好好像剛生小鴨 牠就說不然試試看好了 牠就去 就把這個鴨一倒 就一倒下去之後 這個小鴨就看到媽媽 很高興就游過去 更有趣的是 這個媽媽竟然過來 贏牠的小孩 因為牠自己已經有9隻 剛剛倒下去10隻 你可能會擔心說 這個會有之前的小孩 跟之後的小孩 結果沒想到這19隻小鴨 還滿和樂的 對歲其實看起來非常好玩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媽媽 她不知道是沒有什麼 顧忌大無畏 還是說她真的是少跟金 畫面上看到 你看很棒對不對 媽媽帶著小鴨對不對 然後這樣走 大家就很好奇 要走去哪裡 結果媽媽下去了 大家有沒有看見 有沒有人看到這一幕 想到鐵達你好 非常有名的經典的隊伐 傑克跟Rose說 You jump I jump 媽媽是跟小鴨說 I jump You jump 結果媽媽真的 跳下去了 可是小孩子會害怕 有沒有看見 太高了吧 這個小鴨在那邊 不會吧 不會怕 媽媽到哪裡去 結果媽媽在下面游過來 游過去 游過來 游過去 結果到最後一隻一隻 還真的都跳下去了 所以其實當小鴨 也要無比的勇氣 不過我跟大家報告 像剛剛這個畫面的話 很經典的是動物行為學裡面 一個很有名的現象 叫做Imprinting 叫做印痕 她剛出生的時候 在一個關鍵的時間內 對於移動的物體 它會產生強烈情感上的連結 也就是把它當作媽媽 就跟她一起走了 不過我們剛剛也看到 有一些母愛是很偉大的 有一些母愛雖然說少了幾根筋 不過至少你也要知道 牠也不是故意的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動物的畫面 看起來沒有讓你溫馨的感覺 讓你會覺得 動物的世界也有七月半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是什麼東西 有人說這是不是地獄三頭犬 為什麼牠們的生情這麼怪 還是地獄三頭貓 對 還是是九頭怪 有沒有發現 一隻人靜在那樣搖晃 是 還好背景是亮的 不然你真是害怕對不對 首先牠的臉這麼圓 牠到底是什麼動物 結果我跟大家報告 這是貓頭鷹 貓頭鷹 對 所以才有人說 像不像是一些怪獸對不對 頭砍掉會再長新的出來 還是地獄三頭犬 結果不是 牠其實就是三隻貓頭鷹 貓頭鷹怎麼看起來 是 怎麼會這樣子 當然這個貓頭鷹 牠是長銷 因為貓頭鷹要看種類 有些的臉盤真的很圓 然後再加上 外國有人說 他們這是一種特殊的行為 叫做頭dusting 牠其實是在於一種警戒的狀態 那樣子搖晃是警戒 對 牠等於是 大家慢慢的這樣子搖晃 不過貓頭鷹 常常會有一些特殊的行為 例如說牠可能會 讓自己身體捧得比較大 讓自己身體縮得比較小 或者是讓身體這樣子 慢慢的前後的晃動 你可能有一種詭異的感覺 或許你對牠不會有一些傷害 不過話說牠是猛禽 敢傷害牠的 其實除了人之外 其實牠的動物很少 但是接下來這個畫面 牠是不是也是脖子很長 是不是像這個龍一樣 動來動去 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有人在海灘散步 就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都覺得有一點恐怖 然後也不敢靠近 這是什麼 牠是一大塊可能是漂流木 上面密密麻麻 成千上萬的長了一大堆 結果現在手機很厲害 是 就害怕 結果他們現在手機很厲害 馬上就網路Google一下 Google出來 立剛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 這上面的東西值大概200萬台幣 這麼豪貴 對 怎麼可能 這寶貝 你拜託 那是什麼 該不會是一些什麼 什麼珍珠碎片 還是說是一些什麼寶物 或者是一些文物沖上岸 不是 我跟大家報告 它是一種特殊的藤壺 我們在海邊偶爾都會看到一些藤壺 問題是這種藤壺不一樣 這個是鵝井藤壺 好 既然是鵝井藤壺的話 那怎麼樣 你剛剛說200萬是怎麼回事 因為立剛我們都不知道 聽說這個是名貴的海產 那個名貴海產 而且這個是野生沖上來的 所以他們竟然說 合我們台幣 你剛剛看到白白的一小格有沒有 這個一個大概1000塊左右 這麼趕貴 900多塊台幣 然後他們估了一下 這一大坨上面大概2000個 所以就只這個價錢了 它就200萬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我來說就是野生生物 但是如果要滿足口服治癒的話 這個我們就很難講 不過吃東西還是要注意 很多的野生動物 牠們的竹絕沒有那麼多 在自己要吃東西的時候 真的要注意 說到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但戲或乎 如果說你能順利的活著 才是最好的 有件事都意外 常常在意想不大當中發生 有個美國的女子 在家裡面練唱歌 還邊錄影 結果發現怎麼天花飛來一腳 天花板破開之外 一隻腳垂下來 她嚇到狂狂去看 原來是她媽媽在上面清掃格隆 可能地板年久師兄 一個大腳踩下去之後 整個天花板被他踩破了 非常非常可怕 不過像這種意外 常常會讓你覺得 非常的不可思議 包括什麼 包括了上禮拜 俄羅斯的軍事競賽 他們的比賽當中的選手 拿著刺針型的飛彈 地退空的導彈要射擊的時候 結果一般這種導彈射出去的時候 應該是飛來射出去 你的發射器在手上對不對 結果整個全部連發射器一起出去 一起出去之後整個就是亂飛 就像是你把那個 衝天炮的腳拔掉之後開始亂跑 非常恐怖 這個上面是搗蛋 那個爆炸起來 那個爆炸起來 那個記者旁邊的這些選手 可能都一命烏乎 好險沒有爆炸 其實路上也非常多的危險 像哥倫比亞 油罐車翻覆之後 很多人這樣小便宜 油罐車翻覆之後 趕快去搶油 結果下一秒油罐車就爆炸了 造成7個人死亡 然後4幾個人受傷 非常可怕 這種小便宜真的不要貪 因為車子其實是很危險的 尤其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開車要更小心 尤其是碰到這種鬼切駕駛 真的太恐怖了 這個白色的車子 他一個鬼切 向右切兩個車道之後 結果後面有一來車之後 一下都往左邊拉 結果這叔叔是有練過的 整個360度甩尾之後 他又拉回來了 拉回來之後 還安穩的再開過去 真的可能是讓他一輩子的運氣 全部用完了 但是這種真的是很恐怖 但是下面這台白色的車 就沒那麼幸運了 他先鬼切往左邊之後 結果車子失控 一個大迴旋 撞到路 撞上去了 再彈回到車道中間 整個限量款跑車 就撞了一個稀巴爛 真的是非常可怕 在很多生活當中 有很多的危險 往往是沒有辦法注意到的 像這個 奇怪 這個沙石廠 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老闆娘 在那邊指揮 掉出這些沙石的推土機 結果他因為他人矮 然後推土機又高 結果他貓一產之後 居然把它採到鏟子裡 又弄了一盆土之後 把它堆到沙堆上面一堆 人也被堆進去了 人就被活埋進去了 還好 因為他的沙子 是很軟的沙子 把自己從沙堆當中 爬出來好不容易 才讓他自己能夠脫離這個險境 但是其實生活當中 有非常多的危險 尤其是什麼 在喝醉酒之後常常會誤視 有像這個 這個地體上面 怎麼會掉下去的 發生什麼事 在最後一刻的時候 有人好心 趕快把它拉上來 就那麼一拉 繩子一拉 就差這個一秒鐘 他就把